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先救老爸 再让他跟大魔王一起死的故事 男主角江云凡从小父母就挂了 被一个三贼因其雷收养 某天男主角在山上 听到被妖猴围殴的女主角 唐宇柔的惨叫 他很兴奋 哈哈 书上有说男主角在冒险时 总是会先捡到女主角 果然没错 他立刻找老爹前往驱赶妖猴 把昏迷的女主角救回山寨治疗 女主角醒来后表示 人间要采凤明草 但我打不赢猴子 你们可以帮我采吗 男主角觉得他好天真 打不赢你来山上干嘛 但越天真男主角越爱 所以他马上跑来咒罢猴 往抢走凤明草 送给女主角 此时女主角他爸 就是第五集前传的唐峰 现在在城里做生意 赚大钱 隐姓买名叫唐海 他带人追踪来山脉 把女儿接走 接着出现了一个叫独隐的女人 把男主角家中所有人迷婚 然后逼男主角跟他交配 哦不是 是逼男主角帮他去一个地穴 救他老公携手 男主角为了家人只好帮忙 他来到地穴后 又遇到一个来追杀毒影 想要抢回土灵珠 但却被地穴毒气弄昏的妹子 名叫小蛮 他就是二代李易如的女儿 一代李逍遥的孙女 由于男主角是魔族魔王之子 所以他身上的魔器能抵抗毒气 但他还不晓得这件事 不过他成功的让小蛮 透过靠近自己 避开毒气清醒过来 很快他们就发现 不晓得被谁锁在柱子上的血手 随便救了他来到出口时 血手才刚离开洞口就忽然发生地震 把出口挡住了 男主角只好带着小蛮找别的出口离开 路上又顺便解救了 正在跟魔兽对打的龙幽 跟他成为好朋友 龙幽也为了报答他们 就用顺移速带他们回山寨 也发现家人的毒已经被毒影解除了 接着男主角听到风声说 上官家一直去唐家提亲 唐风为了应付对方 帮女儿办了比武招亲 男主角听了当然也马上来参加 超爽的 马上就能获得女主角了 他很顺利击败对手上官雅取得冠军 没想到上官雅他妈去跳出来 羞辱男主角是穷酸世家 应该连拼金都没有吧 男主角被羞辱后很不爽 马上拿出他妈欧阳倩 留给他的超值钱玉佩 打算立刻把女主角取回家 这下可好了 也在这边欣赏比武招亲的 四大家族之一的欧阳世家老大 欧阳慧 马上认出这是他姐欧阳倩的东西 男主角也马上说欧阳倩是我妈 上官雅他妈也马上 说欧阳倩是魔王的老婆 那你不就是被封印的魔王江世黎之子吗 来人啊把他抓起来脱光 男主角为了证明自己 根本不认识杀小江世黎 就前往欧阳世家接受审判 但来到这边时 江湖四大家族之一的夏侯家 因为认为他们的前老大 是被魔王江世黎成立的 晋天教杀害的 所以坚持要对付男主角 负债就是要指挥 于是男主角就在女主角 跟龙幽和小蛮的协助下逃走了 然后他们跑来蜀三派 想请小蛮的外公李逍遥帮忙主持公道 而李逍遥以前当过男主角 当然也知道帮助男主角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就收他为徒 教他蜀三派的武功 来去除身体中的魔气 好好当个人类 小蛮也顺便拜了蜀三派的铁笔道人为师 龙幽也顺便拜了蜀三派的苏盛为师 而女主角本来就是蜀三派的草谷道人的徒弟 反正全世界都是我们蜀三派的人脉就对了 接着演了一下练武功后 大家就下山历练了 他们先在路上 巧玉想把蜂灵珠送给女蛙族后代的仙族灵守护神蓝翼 所以小蛮就得到了蜂灵珠 接着路过霹雳荒原跟这里的神龙琼舞 打了一下架后得到他的雷灵珠 然后忽然听到消息得知 第五集前传中被干掉的魔族 静天叫又复活了 一堆魔族高手蠢蠢欲动 还想进攻欧阳世家基地 想要找回身为魔王之子的男主角 男主角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 也跑回以前跟他妈住过的山洞 发现了云帆士黎的痣 他也开始相信 他真的是魔王将士黎之子了 接着他们回到蜀山派休息 死男主角一群人却发现 偷偷混进蜀山派的毒影 于是追了过去 一群人你追我逃的跑到蜀山境地 出乎了这个守护兽风龟 大家只好先联手对抗 而风龟要死前打算用最后一集 插死男主角 但毒影却上前帮忙挡了这一集 然后就跟风龟一起挂了 死前把土灵珠给了小蛮 并告诉男主角说 这个禁地有复活他爸的线索 而大家找到了线索 推测出要去魔戒一趟 于是一群人从蜀山派的正邀塔 下方的魔戒之门戏凤来到魔戒 在这边意外揍了灵兽 掩舞一顿得到他的火灵珠 还找到了被第五集前撰眉死的 大魔王夜叉族军师的魔艺 收藏的宝物神冬顶 接着魔艺跳出来骗他们说 当初魔戒夜叉族之王农民 去人界找水灵珠 想拿回魔戒旗雨 不然魔戒缺水 大家都快渴死了 结果农民下落不明 我才让农民之地农幽 去寻找他割的 并告诉男主角说 如果你想知道以前的事 可以去收集五灵珠 让女娲后代的小蛮 帮你使用寻愿穿月束 他还把神农顶送给小蛮 希望到时候小蛮 可以拿神农顶配水灵珠 来魔戒制造一些水 于是众人想说 现在已经有风土火雷珠了 所以来苗江草小蛮的师父海棠 问了一下水灵珠的下落后 就跑来一个叫神匠秘境的地方 在这边发现了第五集前传中 跟神匠秘境守护神古蛇 同归于尽的农民 而找到哥哥尸体的农幽 难过的把古蛇身上插着农民的长矛 拔起来收好当纪念品 结果古蛇就复活了 但没什么用 大家很快看翻古蛇后 拿走水灵珠 并回到蜀山 让小蛮使用寻愿穿月束 把男女主角送回到二十年前 让他们了解了 姜世离变成魔王 连同魔翼大战蜀山派 和四大家族的事 还有女主角 其实在那场大战中就该死了 是蜀山派用三大神器之一的血域 掉落的碎片 维持了女主角二十年的寿命 但已快耗尽 反正就是第五集前传的剧情 穿越到一半小蛮 法力不足司法中断 男女主角就被传回来了 此时刚好携手带着靖天教 全面进攻蜀山派 但男主角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就以少主的身份命令 靖天教撤退 顺便跟携手说 你老婆都已已经挂了 接着男主角找蜀山派掌门 借当初封印他爸的神器遗用 由于蜀山派有狠鸟的规定 只要破解七星伏魔症的人 就有资格使用神器 所以主角一群人 很随便的就通过七星伏魔症的考验 男主角顺利拿到神器 要来救活老爸 并打算劝他改邪归正 跟自己同享天伦之乐 这时却发现 复活老爸会消耗神器的力量 而女主角是靠神器之一的 血域的力量存活的 一旦血域没力量 女主角就会死 于是男主角跟小蛮 研究了一下发现 可以用逆天法阵 牺牲男主角的生命来救他爸 然后用血域延长女主角生命 诶别乱搞了好吗 男女主角赶快结婚生死就好了啊 但你也知道 女主角知道此事后 肯定在小蛮帮忙 使用逆天法阵 死冲过来推开男主角 所以就变女主角死了 而魔王姜世里也复活了 姜世里复活后 完全不屌男主角的劝告 谁要跟你改邪归正啊 你智障吗 他还马上跑回静天教 带着大军进攻鼠三派 及前传没做完的事 打开了魔戒之门的封印 让魔族可以来人界取水喝 而男主角当然是跟鼠三派高层们 一起来做最后抵抗 此时大魔王魔裔 带着夜叉族的魔族大军 从被打开的魔戒之门 攻来人界打算一统天下 这时候至上魔王姜世里 才发现我竟然演了两集 才知道我是魔裔的旗子 从头到尾都是魔裔 想派兵来人界 进行一统天下的计划 所以魔王姜世里 就跟大魔王魔裔对打 两人就同归于尽了 最后小蛮以自身女娲之力 使用水灵珠司法 让魔戒地下水脉恢复原貌 搞了两集就为了喝水 而男主角则是留在鼠三派 帮忙重新封印魔戒之门 那女主角其实也还没死透 她仍然有一点点灵魂 遗留在当初用来救她的血欲碎片中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明白了 当你发现你身边 有一堆人想亲近你 一天到晚想为你而死的时候 恭喜你 你肯定就是主角啊 获得各种宝物和奇遇 得到妹子或工具人的日子 只日可待啊